三支区公所在今年下午举行了11月份的区务会议 然而区长在会中也针对4年来的施政成果 向各机关代表进行了所谓的这个施政报告 同时不忘感谢大家鼎力的协助支持 才能够造就今天进步乐活的三支地区 今天下午三支区公所遥及区内各机关团体代表 前来进行11月份的区务会议报告 而区长林克文也特别准备了就任4年来 从活动行销建设到各项业务的执行成果 要来向大家报告 展现4年来三支区的进步与有感施政 今天下午在我们新北市三支区公所的会议室 那就我们举办我们区公所的 今年度的算是最后一次的区务会议 那我本身也就就我这4年来就任我们三支区区长 那我们在三支区 那我秉持的我们朱立伦市长的一些的政策的指示 那我们做了一些在我们各个客市 然后做了一些的对一些地方上的一种贡献 还有我们地方的建设 地方的发展 那我想让今天来议会的 所有的三支区的各个机关的首长 能够了解我们公所 然后也感谢他们在这段时间的配合努力 在集合各社团与机关团体的协助之下 三支区公所各客市办理各项活动的执行 其中还有与宗教庙与结合的千人千兽辉豪活动 不只是促进文化的传承 还因此取得今世世界纪录 将三支区的民生远播至国际 在我们三支这个地方 虽然算是在我们新北市 算是比较偏乡地方 那我相信那在各方面来讲 我们也秉持的那市长的一个政策的指示 那我们那也希望就是说配合的里长社团 还有所有的一些的公庙 那一些的团体 那还有主要就是所有的机关 那我们在共同那是为了这块土地 那共同努力 另外支持友善环境 三支区的共融社区与安康社区 也共同获得了全国金牌农村的殊荣 每项成果无疑不是让三支 这个偏向小镇都更加进步一些 而区长也感谢每个机关团体的协助与支持 让三支充分展现地方乡土民情之余 还可以更加的进步与繁荣 记者廖品函三支采访报道